哇 思思啊 那个我们今年的春晚 明年春晚 我们北美而易的明年春晚 是在1月15号的大女皇 所以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 都是大女皇啊 但是呢 今年的话呢 我们是邀请到大山过来 还有一个很神秘的主持人过来 那像以往一样呢 我们都会有我们的孩子 也和这些比较有名的主持人啊 专业主持人啊 一起来主持 同台主持 当然带一下他们 当然这次你肯定也是应该 在台上来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所以我对我们的孩子的主持 我一直有些担心 希望你能够谈一下 你有什么计划来帮我们 学校北美而易来培养 一些比较 比较就是能够控场啊 能够体现他们专业数字的 这种学生出来啊 对主持人对啊 那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毕竟这是加拿大 他和中国吧 他还是有一些 语言环境上的差异 对对 那么对于国内呢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说普通话 那对于他这个主持 就相当于他比普通话 咱们说话要高一个level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培养这些孩子们 能够在这种专业的舞台上啊 显得也有一定的专业素质 对对 其实这个说起主持人啊 因为他是由于我们这个环境的不同 然后他跟这边的孩子呢 讲普通话的一些频率啊 机会跟国内其实要少很多 那对于主持人呢 其实不是说是我会说话 我能说普通话 我就可以站在台上 那么对于主持人 他需要从你的言谈举止 声台行调 整体的都要有一个专业的训练 而作为一个主持人 他也不单单是一个 我拿着稿子我就可以念 对对对 也不是一个念稿机器 没错 而站在舞台上 对我们要是 更重要的是提升他的一个思维能力 站在舞台上 要会跟观众互动 要即兴地表达 就脱离稿子之后 我站在舞台上 我如何我一个人 hold住全场 我该如何控场 这才一个主持人该做的 对你的这个想法 跟我是一样的 我经常的看到一些孩子们的演出 我看他们主持的时候 就是相当于报幕 对就报幕了 完全就是照那个字来念 那这种的话呢 我认为是不算是主持人的 特别是在综艺 这种活动的主持当中 综艺活动的话呢 它是需要有一个控场的能力 有一个与观众和演员的互动能力 对吧 突发事件之后 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 很多的时候 看着有些小朋友 在在舞台上 可能紧张 他们主持的时候 忘了词了 怎么办 我要说什么 这种的话呢 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老师在培养的时候 在培训他们的时候 缺乏了一种 给他们这种控场能力的一个培养 就是应变能力的培养 对吧 那我知道你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主持人 而且是科巴出生的 所以我力邀你到我们这个北美而易来 帮我们带一下这些孩子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讲 在这个方面 我们怎么样 你能把你的这种课程和我们这个理念 我们北美而易对主持人的要求 能够结合在一起 对 我们也因为 我们北美而易经常主持一些 比较高端的演出 但我也不排斥一些小的朋友过来 小孩子过来 给他们一个锻炼 因为我们的演出很多 我们不同的级别的孩子 让他们参加不同级别的演出 对 那么春晚是我们最高级的一个演出 在伊丽莎白女皇大级院 而且跟这些很有名的 国家级的这种主持人同台 对 非常厉害 对 我们需要有点专业 那个专业素质的呈现出来 对 那您说到这儿呢 我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的 那么我是曾在国内地方电视台呢 有过多年的电视主持经验 那么我也曾主持过经济节目 以及旅游节目 少儿节目 就是这个类型也是非常 很广啊 对 类型很广也很多 那么同时呢 也是就是多次主持大型的晚会 以及我们市里每年的春晚 都是我来主持 也是有丰富的这个主持经验 那包括就是来到北美而异 那现在也给一些学生在上课 其实我给我的学生就 我给他们讲八个字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对对对 这个是必须的 是就像您刚才说的 我们在如何结合 让这些学生在舞台上 有他们自己的发挥 没错 其实不管是大的舞台 还是小的舞台 他们最重要就是这八个字 对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站在舞台上不知道要说什么 你可以看看台下 哎 这个观众你在做什么 不用想想 我刚才在后台发生哪些有趣的事 对 跟观众互动一下 你们觉得刚才的节目好不好看 对 对 我们要如何跟观众交流 而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暴墓的 不是只是一个流程化的 好 下个节目怎么样 对 就完了 对对对 我们要用心的感受 在舞台上两个小时 而且这两个小时 我们都应该全神贯注的 要关注到这个舞台 上上下下的每一个细节 对 这样就是我们站在舞台上 有话说 能说的一个关键 对 你讲到这我就想到了 你像我们来和我们的几个艺术家 一起来成立的这个 美美而易传媒呀 和温文华青年 影视学校的 这个我们的宗旨也是就是说 拍我们自己的电影 唱我们自己的歌 现在我觉得可以说 说我们自己的话了 所以其实主持一下 你刚才说完了之后 我觉得他们也是在做 他们原创的主持 对吧 他们把他们思想给放出来 所以说我不知道 在你的教学里面 教学里面 你有没有要培养孩子们去读书 然后从这个书里面 找到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 然后可能日积月累的时候 他们真正的到这个舞台上去 担任这份工作的时候 他们能很自然的 把他们平常积累的知识 能很有质量的展现给大家 对吧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给孩子们一个思辨和创作的 一个 一个 一条路吧 一个路径吧 对对对 我觉得您说的很对 我觉得对于这个主持 其实他是一个对于专业素养 非常高的一个专业吧 你不仅要读书还要练习写作 对 可是咱们中国有句话说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对没错 对我书读的多了 我下次上台 我随便拿一句来 我在台上我都能说 没错 没错 所以就这个读书写作呢 他对于这个波音来说 他也是一个非常打好基础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课程吧 对 一位这个优秀的主持人 他的知识面应该是很广的 好像你主持了这个少儿啊 经济啊 各种娱乐啊 我相信你可能也是经常的有看书 吸取很多的这个知识的营养 这样才才可以 那很高兴啊 那我们可以就是来开始这个 我们的一个主持班的一个培训 对 一个开始这个课 从这个掌握的基础的 然后终极的 然后因为 平均的读写 对对对 到我们比较高的 我们比较高的一些学生 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 也有一定的这种主持能力了 可能让他们再更丰富一些 在这个控场能力和应变能力 然后呢 控场能力有一个 孩子们都喜欢在舞台上 像C位哈 也不能抢词 抢词的话也会造成一种 就是不和谐的一个状态 对吧 其实这个呢 我现在在我们的课程中 要告诉他们 你可以抢词 你要如何抢 如何抢 对 要抢的话观众觉得 不然讨厌 讨厌 他善变 对 他这个应变能力好强啊 他真的有话说 他真的不仅是有话说 而且还要很会说 对对对 我怎么就一张口 哪怕我抢话了 观众也还很喜欢 很想听 没错 没错 我也觉得这个很有趣 没错没错 其实主持也是一个比较 对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 对 我们做职业 那对你 我们就会让我们老师来安排一些课程 对 请您过来 帮我们做一些这个详细的培训 然后可能会有初级班 中级班和高级班 然后我们不同的孩子们的发 把他们安排在不同的一个主持人的一个岗位 慢慢的积累起来上的更好的 我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好的这个主持人出来 好像我们的几个孩子上了很好的大学 他们都是从主持表演啊 这些原创的这种 最开始从原创开始 无论哪一个方面 我都提上原创 对 原创才有它的价值嘛 是自己的事情 对吧 所以说到这个课程设置 你刚才也提到了 对 那么这个课程设置呢 我们这边讲初级班 那么初级班呢 更我更希望他们打好基础 打好基础就是咱们把每一个就是拼音 就发音发到位 咱们每个口型 就有句话说 用心发声 用爱归音 对 咱们把咱们的普通话练好 然后咱们这个主持人呢 他不是用嗓子发音 而是用气息发音 对 咱们把基础打好 这个普通话学好 就是拼音练好 咱们的气息练好 然后呢 你读文章会读文章 这个读文章呢 就是我能从你的文章里 我听到这幅画面 对 这是咱们要打好基础的一个关键 那么这是初级班的课程 那么到中级班呢 我就希望我们的学生更多一些 他实战的操作 实战的训练 比如说我在这儿 我可以做一个 我是一个主持人 我可以做一个访谈节目 或者呢 我可以做一个电视主持人 街头采访 或者户外主持人 以及站在舞台上 他都是以完全不同形式的主持风格 就像咱们站在舞台上 要调动气氛的时候 我要非常非常的嗨 对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在哪里 都要气氛要上来 这一个站在舞台表演 但是面对镜头的话 你这种气氛就略显尴尬了 对 所以面对镜头和面对舞台下的观众 它是非常不同的 两种的主持风格 然后我希望在我们的中级班的课程呢 大家都能 首先明白 每一种主持风格的区别 而且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锻炼 那么在高级班呢 我们就能提供 而且像咱们北美而易 就有非常多的资源和人脉 以及更多的舞台 那么高级班呢 就希望能实实在在的给他们提供更大的舞台 让他们实战来锻炼 对 对对对 对我们 我们这个北美而易 与有一些这个主持的 班不同之处 我们的出路很多 对 我们的出处很多 包括刚刚思思老师说的 这个 线下的吧 应该说 这个电视的 因为我们是北美而易传媒 现在是 主要是做影视 访谈 然后公司的一些拍摄 公司介绍 还有很多 承接了很多媒体的 一些这个设置啊 创作啊 这些 所以我们有很多访谈 包括青少年的访谈节目 我们都有很多 跨文化访谈啊 然后每个小朋友都不用说 我们刚刚帮一个小朋友 做的一个 Frag Show 他的一个很小的 一个脱口秀明星 所以我们每个孩子 来到我们这之后 我们根据他的特质 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 我们导师的培养 比如像您啊 然后呢 我们会帮他 专门做一个 他的一个频道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时时刻刻 都有一个 实习的一个机会 实习也好 锻炼也好 可能出品 没准意成了一个网红啊 或者说一个 他这个成长中的一个记忆 这完全是很详细的 很系统的 很专业的记录下来了 这是我们 我们的课程跟别的课程 一个重要的 一个不同之处吧 像刚才我们聊到 说北美而已 咱们呢 更就是尊重原创 更支持原创 没错 没错 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他们每一个都是一个 有自己鲜明个性的一个 有特征的人 对 而不是我们流水线生产出来 没错 没错 当然是希望他们 就像不管是 学习播音主持 以及影视表演啊 各个方面 或者是学习拍摄 那么首先呢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自己 在他们原有的特点的基础上 发挥他们的长处 对 再给他们每个人 再修修俭俭 对 然后让他们做得更好 没错 每一个孩子在我这里 都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孩子 每个孩子都是给他们 极大的鼓舞和赞扬 鼓励他们去做 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那我们已经有很多成就了 大概你也知道了 电影啊 演员啊 电影制作啊 创作歌曲啊 这种方便 对 那叫现在啊 因为疫情已经好转了嘛 就外面有很多的活动 我们看到我基本上 每一场活动啊 我都有见到咱们 对 我们受邀 受邀很多的 受邀很多的 那么不仅是有乐队的演出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 咱们都是从他们 北美亚里出去的 那果然真的是不一样 对 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我经常的是鼓励孩子 每个孩子在我这里来呢 都是一个优秀的孩子 无论他的起点是多低 我都会给他 以他起点为一个目标的 一起起跑线呢 给他一个目标 一点一点的往上去提升 这样很好 孩子们都很高兴 都很 就是比如说 做音乐也好 做电影也好 现在做主持也好 包括做服装啊 做灯光 做摄影 因为我们是电影学校为主的 都非常好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他们出路很好 我们的一哥一姐都已经在美国优秀的 一流大学区学习了 这个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欢迎 四三老师 带我们这个团队来 带领我们的孩子 更上一层楼 是的 其实呢 因为我在这边呢 也是接触过一些 媒体呀 以及自媒体 那现在自媒体时代 我看到很多的网红的发展 所以我真的希望 不仅是咱们的小朋友 以及中年 年龄更大的 不仅是想做主持的 而且是想做网红 做自媒体的 其实都应该咱们要学更好的 普通话 声音 声音 对 对 是你在镜头前该如何表达 对 你的这个声音和镜头语言 该如何更加的吸引人 我觉得这些咱们都应该要经过一些 不说专业的训练吧 一个简单的培训 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对对 我经常在看的时候 我也听到了 有些朋友啊 他们做的那个视频 声音很好听 我就说 你这个声音很好听 用得很好 但是有些朋友的声音 的确是你听了有点烦躁 但是你也不好说 但是我希望那些朋友们 你们知道的话 那我们再来跟思思老师学一些 好欢迎你 怎么说话 怎么说话 那我们的课程啊 思思老师来了 那我们的这个 播音主持的课程是 周一到周五 周六 周二全天 周一到周五 小孩子的话是 after school之后 那么成人的话 给我们单约 我们也会有的 我们有一个 淑女俱乐部 那里面也会有一个 那一天的时候 学习这个朗读啊 是 朗读 发音啊 发音以及演讲 演讲这些课程 行 欢迎大家 大家可以等等 等等扫一下 这个二维码 我不知道这个镜头 对不对到我们二维码 或者我们会打出来 扫一下二维码和这个电话 来跟我们进行一个 课程的咨询 好吗 谢谢你们 我在北美而易 等你们哟 等你们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